10月4日,为了表彰香港中文大学李树芬医学基金肿瘤学教授莫树景 推动全球肺癌研究及治疗的成就 国际著名肿瘤学多媒体资源平台Oncology Life 向他颁发了肿瘤学巨人的荣誉称号 莫树景教授亦成为来自亚洲学府获得此称谓的首位学者 对此莫树景表示,奖项最重要的意义是告诉世人 中国的研究者也能改变世界 奖项其实只是一个认受,就是说你所做的工作是能够帮到别人 亦都能够受到其他研究员所接受的 但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说 代表了我们东南亚中国的研究者是能够影响世界 我只是走先一步,可以被人接受 我绝对相信中国有更多有潜力的研究者 他们将来所做的影响力将会更大 我只是做一个前锋,绝对不是什么巨人 莫树景早年于加拿大秋学,攻读医学专业 毕业之际,热衷于接受挑战的他 选择了肿瘤科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 1996年,得知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莫树景 毅然决定回港,为祖国的肿瘤医疗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也希望和中国的研究者一起工作 我想两样东西 第一方面就是说 如果在加拿大,我十年后会做些什么呢 我发觉答案就是说会做差不多类似的东西 对我来说这个不是太刺激 反而回来香港,十年后我是会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的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吸引 第二点就是刚才所说到是96年 我知道97香港又会回归中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 我能够再回到中国和中国的人一起工作 所以这个是我回归香港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在标靶治疗出来以前 如果是第四期肺癌病人求医 主要接受的治疗方式是化疗 且平均寿命不超过12个月 经过20多年的研究 莫术警及其团队为晚期肺癌病人制定个人化治疗 使肺癌的治疗更有效 病人存活寿命更长 以往来说在九十年代二千年初期的时候 病人来到的时候 如果是第四期肺癌 非小细胞主要接受的就是化疗 化疗失败的时候可能是另一种化疗 平均生存时间大约是低于12个月 经过了我们现在这么多的研究之后 到今时今日二十多年后 一个肺癌病人走进来 第一部分我们就要问他有没有驱动基因 如果病人真的发觉完全都没有这个驱动基因 我们就会同意看他的PD-L1 我们每个的category 我们都要有不同的医治方法 培养年轻人是墨树井未来工作的重点 他希望能和年轻的研究者一起工作 把自己对研究的热忱和动力传给他们 让更多的年轻研究者在肺癌的领域 有杰出的研究成果 为人类抗击癌症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退休与否 然后是我们的年轻一代 是否能够承接着研究动力 所以我觉得 未来这段时间 更加要和一些年轻研究者一起工作 希望我能够将一些经验 和一些渠道交给年轻的一辈 不单是香港年轻一辈 更加是中国年轻的年轻一辈 我们现在有很多训练计划 或者研讨计划